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我和文杰进去以后的第一步 就是根据拍卖方提供的名单 确定洛神的拍卖顺序 第二步等拍卖会正式开始之后 迅速锁定前两个拍品 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拿下 两百三十万 两百三十万 三次 投石问路 聪明 既然我们不知道放洛神的地方在哪儿 我们就让主办方带着我们去找他 到了那个时候 你去拿拍卖品 我呢找个理由 留在酒店 对你进行定位 不过要走到这一步 还需要老袋 你提供特殊的工具 按留的人那么消息 我想一般的电子定位器 肯定进不去 早就准备好了 啊 陶瓷定位仪 按留注册的手机 微型对讲 赫尔基 以及其他工具 都在这儿呢 可是我们到时候怎么才能 从他们的监视下离开呢 以后这样图知你害怕逃不出去啊 那可不一定啊 最后这一步很难啊 我以前啊 去过放藏品的地方 因为跟他们熟 没有蒙面 别墅的前后啊 全是红外扫描仪 保安二十四小时值班 四半倒 而且每一个藏品 都有单独的保险箱 保险箱是什么样的 电子式的 电视通过 指纹和机械所结合的那种 到时候我们要分工合作 房间内的这种保险箱啊 一般都有应急预案 只有切断电源 破坏它的核心所需 这样 才能让它只剩下 最后的机械开锁功能 不过我们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这又听天由命了 不过我们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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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